来 我们看看这一张 这张写的就比较快乐了 哎 我说 什么时候拍续集啊 这是谁写的啊 对 这个续集的事儿 确实是 从张大民一结束 就提到《一时日升》上来 但是呢 刘恒老师就一直坚持 不写 为什么不写 这还真得问刘恒老师 对我们的理解 我觉得 就是好吃不多给 我觉得是这样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我这句话也是问你 这个话题说了有15年了 15年了 我这句话也是就是想问 刘恒老师也想问导演 对 什么时候再拍 我们还跟着他拍 拍那个 我跟沈导拍那个 夏延的秋天的时候 就在现场我就听说了 那个谁 原来那投资方来的 就说要拍续集 我还说等着呢 拍的到现在没信了又 没着急 就挺好的 等我给你投这张 对对对 拍续集你演张大名 行嘞 就这么定了吧 那我舍不得他 没事 那个这还有一张 这是指名点性了 写着梁冠华 下次出门千万别说 认识我 也没有别人了 就这几位你挑选吧 这肯定是神岛 我们这还有一张 这个好像是写给袁冠的 姐姐 小树问你好 愿你美丽快乐 很好写的 这个不是写给朱元元的 写给谁的 对不起 这个写给是 实际上就是 他没有来 是写给我们一个 为这个戏立下汗马功劳的 一个叫马岛 说了半天就做了 监视器的白度了那位 对对对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戏自始至终 就是马岛出了很多的力 而且马岛对我们来 对我们大家都是 非常关心的一个人 所以说 今天特意提一提他 好 写个这么紧句话 对对对 那挺好 我特喜欢他 行嘞 等下给他送人家 你送给他来 大家对他 对他做单独也请 行 我让我们编导去请他 今天做了一期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今天这期节目特别开心 说也说了 笑也笑了 打也打了 闹也闹了 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剧组 能在我们现场 表现得这么淋漓俊致 因为有的剧组来了 都是大腕人家 穿着绑着 有的来了 互相还都不熟呢 但是像这么一个剧组 15年了还其中一家 是在我们舞台上 第一次见到 我特别的开心 我们也代表观众 向我们的贫嘴张大民剧组 表示志性 谢谢各位 来 请各位到台中来 光阴荏染 岁月穿梭 15年过去了 一个电视剧 十几年在观众心中 依然有这么一个重的位置 这不容易 导演的功劳 编剧的功劳 演员们的功劳 非常开心 我很希望就是 如果再能重拍的话 我能替你 你赢我爸爸 就说你都在探似的 沾不了胡子 我挺高兴 谢谢大家 好